每集一个小故事 欢迎收看惊奇意识1980第二集第七集 男子李查德·皮特是一名职业的品酒师 任何葡萄酒你只要倒好 即便皮特蒙着眼睛吧 闻着味道在嘴巴里小米一口 皮特就能猜出来这是哪一年的葡萄酒 甚至连原产地都能猜出来 有这样一个在自己领域独树一枝的人 不单单电视台经常请皮特做一些节目 老朋友迈克也是经常请皮特来家中做客 毕竟皮特对葡萄酒专业话又多又能活跃气氛嘛 在等待的缝隙先到的作家夫妻就笑着调侃 这个品酒奇才迈克你竟然认识他 我们也只是在杂志上看到过这个皮特 这牛逼啊喝酒能喝出一片天地来 现在他可火了电视台做做节目赚的盆满播满 我听说他现在还要出书呢 众人正聊着门铃响起 迈克的女儿露露过来一开门正是皮特到了 进屋皮特就神神秘秘的把露露叫住 拿出一个礼物皮特就表示 露露这是送给你的 哎先别进去啊 露露我想你把它拆开 露露拆开一看是一本书啊 实际正好皮特也解释加表白 这是我的新书露露 正如上面写的送给我的挚爱露露 我靠怎么回事 这两人可差着辈分呢 皮特这是在干什么 故事要往什么方向发展 进到客厅挨着握作家夫妻的手 皮特就开始了 不好意思各位忙了大半天才到的 这些电视人只知道做节目 根本不懂酒好吗 不是他们邀请我我根本不去的 说完逼皮特就反问迈克 我的大兄弟今晚给我准备了 哪一年的好酒啊 最好给我一点挑战好吗 迈克一听 哎呦哪一次让你失望了 今天打赌我肯定赢的 之后众人围坐着桌子 当然是最有趣的品酒环节了 刚好牛排也好了 迈克就去书房拿出了今晚的法宝 一瓶被纸皮包裹住标签的红酒 这玩意拿出来还有说吗 肯定是大家边喝着 让皮特边猜是哪一年的嘛 迈克拿着酒卖着关子 言语中似乎很自信 就照着这个红酒年份比较长吧 迈克就质疑皮特猜不出来的 那皮特当然是给予反击啊 迈克我听到你这话 我怎么有点兴奋呢 两位作家朋友也在 我们今晚要不赌个大的 五十箱红酒怎么样 见迈克老婆听后也挺来劲的 皮特继续升级 迈克要不我们赌一万英镑好了 你不是很自信吗 迈克也笑着表示 我都说了赌什么都行的 迈克老婆就插话 别开玩笑了 等一下我们要喷饭了 也是感觉被挑战了 又或者说这个夜晚需要一个刺激吧 皮特突然想到了一个更大的赌局 这样吧迈克 我们赌你女儿露露好了 我赢了露露就嫁给我 听到这话 露露也严肃的对父亲说 这个玩笑开大了啊 皮特也重复一遍 别笑了大家 我是认真的 这下空气瞬间变得严肃 作为主人 这个情况不接招也不行啊 迈克就先尝试着反问 皮特你是个单身汉 你又没有女儿的 你输了拿什么来交换呢 你要是有女儿 我输的话 那皮特我嫁给你女儿也行啊 皮特听后 你说的对迈克 我是没有女儿 那物质上你想要什么呢 我的房子行吗 不是你哪一套房子呢 就乡下的那套好了 迈克也反问 为什么不是你城里的那套呢 哎呦你知根知底是吧 这样好了迈克 你想要房子 两套我都给他堵上 城里的加上乡下的 我输了都给你 我靠话都到这里了 赌局有点确定了 那鹿鹿一看就有点着急了 老爹你不能赌的 我这黄花大闺女 说什么也不能参与进去的 看着女儿的眼睛 迈克也推演了一遍 女儿啊 皮特这两个房子 我都去过的 都是大别墅呢 你输了嫁给他也不吃亏吗 赢了我们这辈子都不用愁了 退一万步讲 品红酒是有很多种因素的 你想想光伦敦的红酒庄 都有多少个呢 再说了这个葡萄酒的生长周期 又这么漫长 日照环境等等因素这么多 他皮特怎么可能光品这个味道 就能尝出这瓶老酒的年份呢 这么一说 好像迈克怎么都是赢的 双赢赢两次 赢麻了 赢到全宇宙都羡慕 这么一推演 露露也就答应了 既然当事人作为筹码都答应了 那废话不多说 迈克把酒分到给每个人的杯子里 直接开始吧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迈克还刻意把纸皮包的标签给故意挡一下 有没有用不管 不能让皮特看到了 拿起酒杯闻着味道 皮特也开始了品酒 闭上眼睛 皮特把红酒在口腔里面反复来回的过滤 一看就是个老手呀 此举我想也是为了让酒全方位的被味蕾接收到吧 接着皮特就开始迈着关子 揭秘自己品鉴的结果 好酒啊 非常的纯香 入口我就感觉不是这两年的 第一口非常的柔喝完吧又会有回甘的感觉 回的味道有点啤酒的感觉 此时作家老婆刚点了个烟打断 皮特就大发雷霆 说着话呢把烟给我灭了行吗 这句话也算短暂的提醒大家赌局的严肃吧 接着皮特又继续了 其实这根本不是上档次的红酒 有点赤霞猪的味道 不行我得小心谨慎一点 再喝了一口皮特就感慨 哎我有答案了快接近了 这是第四集酒庄产的酒吧 最后嘴唇贴住酒杯 您瞧瞧皮特这个舌头明酒的频率 您想到了什么呢 反正作家老婆健壮都无脸害羞的不敢看 行吧也不卖关子了 再默默唧唧半天加上言语的铺垫 皮特就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迈克 这瓶红酒就是1966年 沙头伯尼尔酒庄产的 把手放桌上迈克也反问 你确定是你最后的答案吗 是的就是我的答案 1966年沙头伯尼尔酒庄 我都去过那个酒庄好几次了 露露也有些兴奋 别反问了我的爹 赶紧把纸皮撕开揭秘给大家看吧 可是看着父亲扭扭捏捏的在找借口 再看看皮特自信的眼神 露露内心清楚 父亲只有在别人说对的时候 就犹犹豫豫的 我靠皮特猜对了呀 肯定是输了呀 露露就不能接受的离开了现场 那皮特到底有没有猜对呢 这是一个意外的结局来了 余人走过来就递给皮特一个眼镜 先生这是您掉落的吧 用手拦着皮特也否认谁的呀 不是我的 余人就补充我确认就是你的 是这样的先生 我是在主人迈克的书房里 看到这个眼镜的 前面开饭前呢 我也看到你进入了主人迈克书房里了 我靠听到余人这话 原来皮特提前作弊 看到且知道这瓶酒的年份呀 这下气得迈克直接用红酒 给皮特洗了个澡 真的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